日本一直存有侵略中國的野心 侵略行動由九一八事變揭開序幕 1931年9月18日 日軍私下詐毀藍滿鐵路一段 並且無止是中國東北軍所為 大舉入侵東北的瀋陽 繼而展開日軍在東北連串的侵略行動 在九一八事變之後 日本再藉口中國抵制日課 而炮轟吳松地區 造成一二八事變 日本跟著重扶植滿清末代皇帝普怡 在東三省建立受日本操控的傀儡政權 雖然國際聯盟曾經批評日本 在中國東北的侵略行動 促使國共兩黨再次合作 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 1937年7月7日 日軍藉口一個士兵在盧溝橋附近演習時失蹤 而炮轟盧溝橋等地 開始了一場長達八年的中日戰爭 七七盧溝橋事變之後 中國就展開了全面的抗日戰爭 但是很快中國一些大城市 好像上海、南京、武漢和廣州等都相繼失陷 大量的中國軍民被殺害 特別在南京就發生了殘酷的南京大屠殺事件 由九一八事變開始 香港就出現了各式各樣的抗日救國活動 1938年,廣州失守 大量難民由內地湧入香港 為香港帶來極嚴重的居住、糧食、醫療、衛生和治安問題 在戰場上,日軍攻陷了廣州之後 香港就處於日軍的威脅了 日本為求盡快達成佔領整個中國的野心 決定開展新階段的戰略 擴大侵略範圍 發動太平洋戰爭 在1941年12月8日 日軍偷襲珍珠港的美軍基地 同一日,日本的空軍 也先後突襲香港的啟德機場 和深水堡軍營,輕易拿到制空拳 而陸軍就橫道深圳河進入新界 正式開始對香港進攻 在日本正式開始對香港進攻的時候 香港的防禦力量是非常不足的 由於當時整個香港防衛策略的重點 只是集中在港島方面 即使九龍和新界授襲 守棍都不會作出重大的抵抗 守棍其中一個主要的防線 就是由醉酒灣經沙田至西貢牛美海的一條18公里長的防線 叫做醉酒灣防線 而城門碉堡陣地 就是醉酒灣防線上面最堅固的據點 但是由於守軍兵力不足 一夜之間,整條醉酒灣防線被攻破 而日軍亦因此大舉進入九龍市區 新界和九龍半島就相繼失陷 在新界和九龍半島相繼失陷之後 日軍曾經兩次勸英軍投降 但是都被當時的港都讓武器拒絕 日軍的招航計劃失敗之後 在12月18日晚 就大舉橫到維多利亞港 分別在北角 則如衝和醉酒灣登陸 全面進攻香港島 在黃黎衝合和摩星嶺 守軍和日軍就曾經進行過激戰 最後守軍都因為兵力和裝備不及日軍而戰敗 在1941年聖誕節那天 楊慕琦被迫宣佈投降 而香港人三年零八個月的艱苦歲月 亦正式開始 香港淪陷初期 由日本軍政府管治 軍政府設於半島酒店 到1942年2月 日本政府正式宣佈香港為日本佔領地 撤銷軍政府 在今日已經拆卸的中區匯豐銀行大廈 設立佔領地總督部 日本佔領了香港之後 為了要鞏固在香港的管治權 就努力地將香港日本化 日文成為學校的必修語文 日語也取代英語成為官方語言 日本人還努力向香港人灌輸日本文化和價值觀 日本年號超和成為了香港幾年的年號 在1942年 也就是當時的超和17年 日本還將一些街道名改為日本名 好像皇后大道宗就改成中明智通 德庫道宗就叫做東超和通 此外 為了控制言論和消息 日治政府對報刊和新聞通訊作出嚴密的控制 當時出版的報刊 大多數都是歌頌日本 香港日報就是當時日本的官方喉舌報 在日軍佔領香港期間 香港居民的遭遇相當悲慘 當時人心惶惶招不保值 在經濟方面 日治政府發行了大量的軍用手票 簡稱軍票 但是軍票不是日圓 不可以用來兌換任何外幣 日本人濫發軍票 不單從經濟上掠奪香港的財富 亦造成金融紋亂、經濟蕭條 香港首軍投降之後 大部分當時生還的戰士都成為戰夫 被囚禁在集中營裏面 那裏的居住環境很擠迫 食物和醫藥都不足 大部分戰夫和被拘留的人 在囚禁期間都營養不良 在飢餓和疾病交戰之下 他們有些就死在營裏面 日軍佔領香港期間 分別有兩個組織在香港進行抗日活動 一個是由一名前香港大學教授 首組的英軍服務團 以盟軍、英籍軍民和戰夫為主要的營救隊長 另外也積極搜集情報和傳遞消息 另一個是原本活躍於內地 叫做東江中隊的游擊隊 東江中隊在香港成立港九獨立大隊 展開以新界為根據地的抗日游擊戰 1942年底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況有所改變 盟軍開始在各戰場上展開猛烈反攻 德國、意大利、日本等軸心國的勢力 開始日漸減弱 1945年8月6日和9日 美軍分別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 8月15日 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當時身為世界強國之一的中國 抱著收回香港 消除不平等條約的希望 但是當日本投降之後 英國馬上派遣下隔少將率領軍艦來接收香港 亦結束了日本在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管治 在同一年的九月 以下隔為首的香港軍政府成立 標誌著英國重新佔領香港 八個月之後 戰前廣東讓茂奇返回香港復職 進行戰後社會和經濟重建的工作